家属新庄的郭伟奇 七岁时因为一场怪病 导致了四肢坏死 不得已只好截肢 不过乐观的伟奇 并没有被命运打倒 他没有脚依旧继续跳舞 他没有手还是可以弹钢琴 他用不完美的肢体 不断地突破自我挑战人生 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穿上一只才刚下课 又赶忙出门的郭伟奇 坐上爸爸的车 前往为在新门町的节肢协会 为下一次的演出练舞 一 节肢协会是围棋节肢之后 得以继续实现跳舞梦想 重新找回自信跟勇气的地方 就算没有双手双脚 在街南他还是要跳 我是用跪的 因为跪的有时候脚还会磨破 现在脚就是已磨破 脚抬起来的时候会不稳 想像你这里还是一样的 有什么 有超直豪 还是一样的 然后他其实还蛮坚持的 他还想跟他们其他的学员一样 一起跳 不要差异性太大的 所以他自己也蛮积极的 要想说 朝向于说 对自我的要求还蛮高的 围棋的节肢程度 跟协会其他学员比较起来 是最为严重的 但是面对困难的舞蹈动作 他绝不妥协 对于喜爱的舞蹈 现在围棋最担心的是 自身的状况 未来体力无法负担 他不知道还能跳多久 我也不知道 他看我的体力 如果体力承受不了 就有可能就不会再跳 阻碍着围棋梦想前进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 七岁时的那一场怪病 本来是一个 感觉像小感冒这个样子 结果一直就医 好像他的病情也没有感觉到 特别的好转 然后就送急诊 结果等到他 发出求救的时候 医师才开始去 关注到他的问题 然后就立刻送到加护病房 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休克昏迷 然后就四肢已经是 红紫的样子 家人骗询各种方法 都无法阻止情况恶化 不得已的情况下 忍住万分悲痛 下了解释的决定 刚出院的时候 我有发现妈妈 我会问我爸爸说 爸爸 我手手去哪里了 我还跟我爸爸说 爸爸你手可不可以借我 你剁掉给我装好不好 我那时候 有想一半 一边很想去死 很想去自杀 一边很想活着 头就会爆炸 种种的负面情绪 还好有着全家人的爱与鼓励 他才渐渐地走出来 并且勇敢地追求梦想 选择高级表演艺术科就读 这个先天的条件的关系 所以他的曲子呢 就比较需要是 第一个速度不能太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比较能够就是弹的 就是比较单音的 就是单旋律的这样单音单音串联的 这样的一个曲子 不能够太过于复杂 庄老师根据围棋的状况 找出适合他的演奏方式 即使演奏的方式已经做了调整 但是没有手指头 还是会不小心按到隔壁的琴键 就是有时候 如果看了手 手是不是那种 如果太黏 手如果都是汗的话 就会连会卡在钢琴的那两个缝钟 一只手一次只能弹一个音 但每个音都是围棋 以不完美的双手 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心力 所弹奏出来的真心真意 他做什么都比人家还要辛苦 就是他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东西 可是我们却没有 我们就是只是假如说 就我们有手有脚就觉得 什么都无所谓 OK啦 就什么 然后就遇到困难就逃避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从 就是从那开始 他就是一直面对所有的事情 然后这样觉得说 真的很勇敢 弹钢琴可以排解情绪 也是为其平时的兴趣 他就爱钢琴跟舞蹈 更就爱表演 经常受邀请往各地民处 因为他们的掌声让我变成很有 很有企图心 努力让我很有勇气再继续努力下去 围棋努力地实现梦想 不应自身缺陷而人生受限 我们相信 他乐观的个性 我比坚强的勇气 一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地突破自我 勇敢地走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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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